这条数就没什么特别的 只是要我们加份数而已 那我们看看 如果我们把头三个就这样加上去 尤其是看看墳墓的部分 那墳墓的部分 如果就这样加的话 那墳墓当然就这样成在一起 那当然没问题 而右手边第四个墳墓 那墳墓也是一模一样的 就等于前面这三个就这样加在一起的墳墓 那但是呢 到了墳子的部分呢 那就奇怪了 分子的部分麻烦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会有第一个墳墓 那就会成隔离这两个墳墓 那具体的说 就有A-B乘以B加C 又乘以C加A 那这样 那如此类推的 那这样加在一起来说 就避免太过复杂了 那如果我们不想 做一些这么麻烦的计算的话 那我们就不要三个三个这样看吧 三个三个太过复杂了 那我们就 两个这样加上去 那具体来说就是有前两个加上去 那后两个又加上去 那之后等于什么呢 那我们可以看看 那首先第一个先不要动 那先 那而右手边这一块呢 我们看看 右手边这一块 我们发觉就可以抽一个C-A 出来的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抽这个C加A 即是墳墓的部分出来的 那但是呢 如果我们抽了C加A的话 那日后呢 那我们就不是太过方便 我们之后的计算 那由于 那你就这样抽完之后的份母 那就是这个剩下1了 那但是之后呢 我们其实也是要进行一个通份的步骤 那就比较复杂 那不如就不要抽了 那就放回这里了 那放回这里了 那放回这里呢 就是A-B B-C 那下面有三个 A加B B加C 和C加A 那然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 开始大执 开头的这个东西了 那如果你执完之后 这个没什么fancy 只不过就是 真的交叉双程 要下手来做 那这个就会变成 2B 乘以A-C over A加B 乘以B加C 那 接着剩下的东西呢 就是 C-A 这个没改过的 那 右手边呢 一模一样 那 那也是需要 六手六脚做的 那 那 右手边这个就会变成 2B 乘以A加C A加C 那 基本上跟前面差不多 你看到就是 换了个符号 而已 那 那 下面就是 A加B B加C 和C加A 那 那 那 我们看见到 A加C和C加A 那就可以了 那 剩下的东西呢 就不是很难的 那 那 也就是 就是 由于 由于 这个变成 C-A 那 如果我们 将它倒转的话 那 刚刚好 就可以写成 负 负 A-C 那 你可以想一想 那 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那 负A 也就是这个负A 那负负得正 正C就是前面这个正C 那如果我们 那 这些负负会变成 2B 3 2B 乘以A A-C ω A加B 乘以B 加C 那 由手边的这个 就就是 2B 那 A-C 就是回上去 over a加b乘以b加c 嘩,嘩,嘩,嘩 嘩,嘩,嘩,嘩 如果他嘩嘩,兩個剛剛好 雙減完之後 答案當然就是等於0